男团选秀节目原子少年最新一二集节目 80位参赛者亮相由天王星组合夺下第一个冠军 水星同样也是第一名但毕竟还是比赛 由导师们选出最终冠军是天王星 只是节目22号才传出三名选手确诊 现在加上工作人员艺人已经有43人染疫 制作单位表示22号晚间就已经通知 包含导师在内所有人快筛 但遗憾的是几天内快筛音转阳的人数越来越多 累计32名选手10名工作人员 一名艺人目目都PCR阳性确诊 目前大多都轻症或者无症状 金哥热武感染全场 但现在要Rock the Party 恐怕得暂时喊咖 而Ella 昆达 周汤豪 田仪德等等导师 则都第一时间快筛音信 持续注意身体状况 目前都没有染疫 制作单位说原定五月中 禁棚录制行程将会取消 以健康安全作为优先考量 节目都有存档 不会影响播出 之后恢复录影的加强防疫规定 持续研拟中 TVBS 新闻商民将时运听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